今日國旗完壽 下午兩點多收工 穿Polo衫戴鴨蛇帽的男子 竟超商買了礦泉水止渴 過馬路後大步快走 一路往高鐵站的方向 要轉移陣地嗎 一路緊跟 他從高鐵榮總附近 徒步奔向左營高鐵站 Excuse me sir 試著用英文打招呼 男子似乎沒聽到 上前詢問他來自哪個國家 比首語示意他聽不到 打英文字翻譯好像也看不懂 最後用地圖請他比 原來這名男子他是新西伯利亞人 到台灣之後曾住過台北 而去年在北部以及彰化 就出現過類似外國人在街頭兜售國旗 今年10月國旗黨在高雄重現 不免讓人連結都是同一個團體 不知道這多少 但是我們這個是一隻 來到國旗專賣店 差不多大小的國旗 加上的手工髮夾定價50元 而自稱是聽障人士賣的國旗 其知識寶尼龍材質 兩隻一組插在一個吸盤上 成本約30到40元賣100塊 合不合理就看買單的人 接不接受 TVBS新聞 吳少龍黃小琪高雄報導 轉過來那個新盤